大家都知道西岛公司有缩织机和针缩两用的机型 然后针缩两用机型 这是针织的一个构造 如何去改造它 让它变成缩织机呢 下面这个视频就解释这个东西 首先把这个探头往上挪 现在先拆一下 这个是装好后的样子 让这个感应探头往上挪 然后相应它的这个反光板 把这个反光板往上调 现在先拆一下 注意在安装的时候 这个螺丝是需要垫在这块板和这样子中间的 这个反光板和这个电子探头是成对应的 现在是装好的样子 然后这个感觉正常运行的时候是在下面的 现在我们要利用体来查 这个把它撑起来 撑起来了之后面料放在机器的后面 是有正反面的 穿过火轮 然后把面料打过来 打到这边来 因为机器目前还没有开机 可以开机的话呢 这样是可以按下按钮 然后让它自动地裹下来 现在我用手带地一下 然后这里边 我现在只能这个材料有限 拿木顿 用这个空心的PPT管 压在面料上面 压在面料上面 压下去了之后 然后打开这个面料不滚轮 然后把面料放进去 然后压紧 面料不滚轮 压紧之后 这个整个机器就相当于缩织机在通过 对 讲 liberty 对 谢谢大家